羽毛如一把利刃 高速旋转着在人群中穿梭 这些生灵的实力根本就不足以抵挡 基本上就是一群待宰的羔羊 羽毛从他们身边飞过 只听见一片的惨叫声 那邪恶的肉身四分五裂 连魂魄也被切碎了 魂魄 叶少阳大叫了一声 眼睛里仿佛渗出了火来 杀了这些人之后 昆鹏对羽姬子使了个颜色 一起跳下连野 一头扎进了无色海中 不见了踪影 帅棋直直地飞了下来 插在了影眉面前的地上 黑棋渗出 在空中凝聚成了一道巨大的人像 头戴纺锤冠帽 身穿大红蟒服 正是鼎鼎有名的钟魁大士 旧头之鬼 鬼中之魁 哗啦 一阵水花翻动 将一勺样一杆人 全部推到了水里去 水流湍急 碧青用连野将几人纷纷抓住 根系扎在了河下的土壤中 将自己固定住 不到一时半刻 水已经退去了 剑阵也不存在了 碧青将它们松开 叶少阳睁开眼睛看去 水已经退了 自己一杆人 站在一条被水冲刷出来的 巨大的壕沟里 但是脚下和四周都是干的 身上也是干的 并没有被水分侵蚀分好 难道 那真的是传说中的无色海 我决 好险好险 还是本王我服大命的 你们都沾了我的光了 小马从地上爬了起来 抖着一身的肥肉 吴家伟也爬了起来 看上去没什么异样 碧青却躺在了沟壳的地步 身上盖着连野 看上去极度虚弱的样子 边上一朵莲花打开 里面躺着的是昏迷不醒的青薄 你怎么了 一杖上前抱起了碧青 碧青用力吐了一口气 弱弱地说道 我没事 这是耗费了太多修为 虚脱了 之前在海水中 是他献出的真神 拼了命地保护众人 叶少阳看在眼里 心里却是充满了感激 对他笑了笑说道 我怎么报答你呢 以身相许吧 叶少阳尴尬地笑了笑 碧青也笑道 如果不能以身相许 那回去之后 就给我买一台最大的电视机 叶少阳有点无语了 一台电视机 跟以身相许 这两个条件 也不太对等吧 看到吴家伟 俯身检查轻薄 叶少阳连忙问怎么样 吴家伟表示没事 就是神石重伤 昏过去了 沈阳 这少年挺不错的 神石也足够强大 他是你毛山弟子 你将来 应该好好培养他 吴家伟很正中地嘱咐道 叶少阳点了点头 再看身边那些个 之前跟自己一样 被法阵折磨的生灵 一个个地坐在了地上 都是一脸的虚弱和疲惫 这是神石受伤的结果 开始会有些恍惚 慢慢地就可以恢复 见大家都没事了 叶少阳也放心了 跳上了壕沟 一眼就看到了中奎 那顶天立地般的高大身躯 站在他对面的影妹 那一道消瘦的影子 显得十分的渺小 在他身后的丛林和山野间 站着十几道跟他一样的影子 自然是他的弟子传人一类的 那几个盘古僧不见了踪影 中奎瞥了叶少阳一眼 说道 小天使 他可不是你的菜 想要出气 去追杀昆鹏他们吧 往西边逃了 你的兄弟们 不知道能否拦得住 叶少阳犹豫了一下 让小马跟吴家伟一块过去 自己留下来照看比青 毕竟自己跟他最熟 一边望着中奎和景媚 队友救兵赶来 他其实并不意外 但是为什么来的是中奎 他是跟谁来的呢 眼下他在跟影妹对着 倒不好去问 中天使 许久不见呢 影妹先开口了 冲着中奎拱了拱手 你能来到这儿 我却很意外 只是不知 你是代表隐私来的 还是你个人所为 中奎冷笑了一声 哼 有区别吗 若你是个人而来 自然没什么好说的 若是代表隐私而来 那我这边 就不得不问一声了 中奎拔下了帅气 扛在肩上说道 问什么 隐私 要插手 轩辕山之事吗 中奎笑道 你若要搬出 轩辕山 来压我 不敢 中天使在大地门下 也是听照不能宣的 谁人敢压你 中奎沉拎了半上说 英妹 你折服轩辕山多年 本是话外呛者 为何 为何 要来趟这股浑水 我也要问你一句 你之所为 代表你个人 还是 玄辕山 不等 英妹开口 中奎接着说道 若是你个人所为 那你追随 星月奴和 清长风 霍乱人间 便是霍乱人间 阴私不能不管 便我身为阴私 一散人 也不能不管 若这是你 轩辕山的态度 那阴私 与你等 便要撕破脸皮了 英妹冷笑了一声 阴私 要横插一脚 别怪 玄辕山 不讲情面 好啊 星月奴本 已是阴私的 通缉犯 如今 却要加上 你一个了 等你们先出去 再说吧 山水有相逢 是赔了 英妹又拱了拱手 人影极快地 向后略举 那十几个人影 也跟立即走了 先收你点利息 钟魁右手 突然探出 长袖扶果 在前方 扇起了一道 强烈的钢风 那群影妹的弟子中 有五六个 跑得慢的 都被钢风卷到了 立刻就被 横着吹了出去 钟魁骤然出手 一只巨大的手 朝着他们抓了过去 这几个人 看走不掉了 只好把心一横 人影连闪 凑到了一处 合唱了一道巨大的幻影 朝着大手撞过去 哼 作死 钟魁一巴掌拍过去 打在了幻影上 只是顿了一下 便硬生生地拍了下去 立刻打碎了两道黑影 其余的想要跑 被大手牢牢地抓住了 大手缩回到前面 钟魁指看利亚 皱着眉一说道 就讨厌你这样的 我爱吃眼珠子做下酒菜 你这什么邪灵 连个眼珠子都没有 嘴巴一张 将这几道黑影扔进了口中 在一片惨叫声中 将黑影嚼碎 不管是什么生灵 有没有实体 在钟魁这儿 都是一样可以吃的东西 只要是尽了他的嘴 再多的变化也是没用的 吃完之后 钟魁从腰间拔下了酒葫芦 灌了一口 望着远处的影魅一干人 咕咙道 下一个就是你了 下一个就是你了